我名下已經大概超過20年 沒有任何一輛車了 然後我就買了一台車 70萬 兩年我就把它賣掉了 我賣給二手車行45萬 那我們就算這兩年我撇了25萬 我坐車回家150 一天是不是300塊 對 一個月大概上班20天 週休二日扣掉 一個月是不是6000 一年是不是7萬2 兩年是不是14萬4 我只買70萬的車 我兩年撇了25萬 我剛來我想說 我坐一趟計程車 我一個人坐有點浪費 我就把我媽媽還有小孩 全部都再來 他們現在在前面大亂發光 我這邊錄完我就去接他們 你真的不浪費 車帶 房貸是零元 30歲的時候 我那個時候我就買房子了 所以我的房貸早就還完了 還清了 早就還完了 你看你在買新的房子 對啊 可以再投資 那要看老婆有沒有留錢給我買 因為他們都想要把我的錢花光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們有沒有留錢 那你說車子呢 大家可以去監理所調資料 我名下已經大概超過20年 沒有任何一輛車了 也是30歲的時候左右 然後我就買了一台車 70萬 那我開了兩年 因為我就是天龍國的人 我不知道我要去哪裡 我也不喜歡郊遊踏青 兩年我就把它賣掉了 我賣給二手車行45萬 那我們就算這兩年 我撇了25萬 就算這25萬好了 一年一萬多 我那時候我家坐基隆路 我那時候是在內科的電視台上班 然後我早上開程會 我真的來不及了 我坐計程車去150 那個時候150 那下班了好多人擠公車 你也知道內科那邊公車 那個就每天都在塞車 我真的我也不想擠公車 我坐計程車回家150 一天是不是300塊 一個月大概上班20天 週休二日扣掉 一個月是不是6千 一年是不是7萬2 兩年是不是14萬4 我只買70萬的車 我兩年賠了25萬 我每天早晚我都坐計程車 還有手機 那我一上車他還說 老闆請問要去哪裡 他還叫我們 老闆 他可能有的服務好的 還幫我開車門 後面還可以滑手機辦事 用自己開車 對 然後他繞路我還罵他 這樣子 兩年未才花14萬4 還花算 你不要再說下去 你再說下去 我回家要賣車 不是 你們現在 妳們又要問了 說你現在結婚有小孩 對 我真的要問 禮拜六 禮拜天總要出去了 好 我就舉例 譬如說我今天要去利寶樂園 在台中 對不對 好 那我就坐高鐵坐到台中 再坐計程車到利寶樂園 有接駁車 坐接駁車 沒接駁車 我坐計程車 他說 坐計程車很貴 我可能一個月我才花一次 一次去利寶樂園 因為我不可能每個禮拜天 我都去利寶樂園 對不對 我可能一個月去一次 我就一個月花這種大錢 其他的就都還好 這樣聽起來 兩邊的省錢方式不一樣 對 就光講省錢這兩個字 他做得零零近次 對 當然我是眼以律己 寬以待人 老婆小孩要吃什麼 要喝什麼就讓他們吃 那如果你不在 我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我就是執行這樣子 那如果你在工作 老婆要帶小孩出去 他們也是用一樣的方式 他們可以去 他們愛怎麼去做 他們會想說我要一台車 帶小孩比較方便 沒有 他剛剛 可麗姐不瞞妳說 就是因為今天禮拜天 是大日子 我老婆是坐婚故的 她一大早就出去有工作了 我剛剛來我想說 我坐一趟計程車 我說我一個人坐有點浪費 我就把那個 我媽媽還有小孩 全部都再來 他們現在在前面大論發光 我這邊錄完 我就去接他們 媽 你真的不浪費耶 是因為要多一點人坐進程車 蓋我嗎 禮拜天悶在家裡面 又浪費我的冷氣 乾脆出來走一走 反正我這條錢要開嘛